維蜂集團 廖正漢董次長 是基隆指定 又昌 特別邀請廖董次長到基隆走走看看 希望包括維蜂集團等 更多的企業到基隆斗資 創造新的產業及就業 我們感謝余次長 但是他還沒有 我們都引到基隆子 他就走了 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子 他就是罵那個小孩子 我們的謝市長 你怎麼這樣 我沒做到 你怎麼做得到 你就是原罪 因為你做到了 謝謝 無黨籍基隆市議員呂美玲的質詢 獲得市長謝國良和市府官員 熱烈掌聲 這個側翼左翼一直上網 一直在攻擊我們基隆市政府 我搞不清楚 這是不是叫做 惡人生虧錢 然後打模糊焦點 我請問一下 這八年來 我們所短收的總經營權利金 25億跑到哪裡去了 只一個月給他收250萬 年收3000萬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消失的25億呢 為什麼沒有人說 而且在場都是媒體人 他所回饋的 每個月 他可以至少7年 每小時120秒 幫我們基隆市做廣告 至少7年 我們回饋的金額高達1億3400萬 為什麼沒有人說 而國民黨籍基隆市議員 何淑平慷慨激昂的質詢 也再次獲得市長 謝國良和市府官員的掌聲感謝 東岸商場爭議 備受社會關注 基隆市議會議員質詢時 不僅不同立場的議員 針鋒相對 質詢時備詢的市長 謝國良和市府官員 更好幾次為市府說話的議員們鼓掌 立場不同的民進黨議員 也不甘示弱 也特地為質詢市政府的議員 許瑞茨鼓掌 也是在今年的2月5號 我們基隆市政府 才去申請登記產權 但你2月1號就已經破門而入 表示你無法佐證 你現在合法的擁有產權 市府就動用警力 市長 你昨天說你身為人類 你能不能加強你對於人類的尊重 市長 你說你身為快樂的成年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讓別人 成為不快樂的成年人 以上 來維持一下秩序 雙方執求對決氣氛濃厚 而主持會議的議長同志委 只能要求雙方 維持議場秩序 委婉制止議場內鼓掌的行為 再來最後市長不可以羞辱 同意 百分之百同意 市長 2月23號 你說24小時之內 如果023不跟你道歉 你要去醫院的執行 因為你沒有吸毒 現在過了264個小時了 你還沒有去醫院的執行 來這邊送你一個放簡體的器具 不只鼓掌拉高雙方對峙氣氛 民進黨籍市議員張之豪質詢後 更上前送給市長謝國良一個簡體採集杯 也引起國民黨籍議員曾濟岩 上前反擊拿開塑膠杯 丟還給張之豪 還好雙方節制 沒有引發進一步的紛爭 而市長謝國良在答詢時 也再次回應2月1號 凌晨所謂破門點交的爭議 就是在1月31號的下午 我們在點交的時候 在進行移轉的時候 我們在現場 據交通處的同仁回報回來 就是有滋擾的情形 因此交通處的同仁在下午 發訊息給我們 表示希望警方能夠針對下午點交完 晚上繼續點交的情況 有行政上的一個協助需求 那在晚上 我們的確有召開兩次會議 由交通處的同仁來說明 依和約以及依促參精神 我們可以在到期後移轉回來的 釋法性 然後由警方的同仁在場聆聽說明 現場大家一致認同 我們依約依法可以進行營運權的移轉 因此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子的決定 剛剛有很多議員還是在問我們 我們還是用一樣的話 來跟大家說明清楚 這個是交通處 尤其是停管科大家共同的一個需求 那我本人在警方在釋法性的一個討論跟了解下 我們也認同這樣子的需求 大家基於政府一體的原則 做了一個2月1號需要把營運權移轉回來 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 這個也不是所謂的租屋 然後跟房東一些相關的爭議 這個是在一個重要的一個政府設施 例如機場 例如車站的一個營運權的一個移轉 所以本府到現在為止 基於政府的一體 我們還是認為我們當天這樣子的決策 政府一體的行為並沒有錯 而且我們會堅持這樣子的論點 繼續跟議會先進 以及社會各界來持續的溝通 另外謝國良在回應東岸商場 OT到ROT增見爭議問題時 也直接了當說出林前市長 涉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那剛剛我們資深的議員也有提到 當年增見的一個原委 那本府是認為林前市長 他有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第六條第四項 第六條第四項的內容 是針對於主管跟監督的法令 法律授權的法規命令 直接或間接圖自己及他人不法的利益 那我們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們可以說明得非常清楚 其實也是在後來 我們跟大日提告我方市政府訴訟當中 我們才看到當年 Net主婦服裝以及大日鎖定的合約 他們鎖定的合約是在106年1月份 就已經將Net跟大日的權利義務關係 界定清楚 那個時候還沒有任何增見的會議 在座的各位當年討論了很多 OT為什麼轉成OT OT為什麼增見的一個這樣的原委 也還沒有任何的定論 他們已經就定下了這樣的合約 定下了這樣的合約以後 再由大日出面 來跟基隆市政府 來進行OT的一個案子的一個促參的移轉 在促參移轉後 然後才引進了Net 在他們早已知情的情況下 來進行增見的動作 剛剛我們資深的洪森永議員 把增見的合理性說得很好 就是那個地方只有一樓啊 那為什麼不把它增見起來 讓大家好做生意呢 可是他的說法 卻積極地構成了 林市府團隊犯罪貪污的構成要件 就是他們明知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商業行為 他們卻用有這樣的需求 來作為一個理由 來進行一個這樣子增見的動作 卻有刻意地規避掉了 ROT一個最基本的精神 也就是OT的一個範圍 是不能夠隨便增見或移轉 這也是為什麼 不管是議會做決議 或不管是否去請教促參師 結果回來的時候 都是依本權責辦理 他不會准或不准 就像他要你 是否自己扛責任一樣 很巧妙地 他們在合約上已經清楚地訂定 讓他們的權利金在1億以上可以收到50% 可是現在大家都已經看得非常的清楚 事實上這八年來 即便他們說的光冕堂皇 而且是由林前市長以及他的發言人 親自出來說 你看我們提的這個條約 有多對市政府多好 如果超過一半 我們還可以來分取一半的變動權利金 剛剛財政處也清楚地說明 八年來的變動權利金完全是零 完全是零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並不屬於市府的收入範圍 這個就是另外一部分客觀的犯罪的實體行為 他們利用了會計的手法 利用了帳戶的做法 讓基隆市東岸商場的營收永遠在1億以下 因為假如在1億以上 開始就會收50%的變動權利金 謝國良再次懇請議會把整個案子送去檢調查明真相 而經過議員們一天半的時間質詢討論後 議長同志偉也做出了決議 第一點 公平公正 有關本案點交過程所衍生的爭議 市府應檢討也並提升法制意識 務必依法行政 盛行公權力以維護機關尊嚴 第二點 透明公開 東岸廣場經營權爭點 引發社會大眾矚目與關切 市府需加強透明的政策制定與溝通 並引以為借 並避免對本市投資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市府所提出之公共政策 應符合市民期望並維護其權益 未來有關本市之促倉案 請市府務必廣納各方意見 為決策提供更全面之依據 第三點 溝通協調 市府與本會都應該以更客觀 專業的態度去處理爭議議題 理性探討問題 以促進良好的政策辯論與公共決策 本市東岸商場議題 攸關我們市民利益與福祉 本會作為監督機關 將持續關注本案後續處理情形 市府應與相關廠商進行良性溝通與協調 以確保本案能獲得完善之處理 從而維護基隆市民的利益 第四點 此外請市府政風處查明本案始末 若涉及不法請禁送檢調單位調查 並請交通處在今日下午2點 將議員所需資料提供本會 以上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小聖地故 質疑